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播送的这段非常经典的 《玫瑰玫瑰我爱你的旋律》 真是让我听得如痴如醉的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可能跟我有相同的感受 就是说这样的音乐 它总是好像有一种魔力一样 一下子能把我们 带回到那个年代 那个情景当中 听的时候 好像我们就身处在老上海 感受着那个时代 那大家可能很好奇 是谁把这个老上海的歌唱得 这么有韵味 这么道地的呢 在哪里 在我们湾区 能不能听到更多 原汁原味的老上海歌曲呢 那今天其实我是非常荣幸的 请到了刚刚这首歌的演唱者 那她也是以 就是专门演唱经典 老上海歌曲闻名的歌手 就是玫玫 那玫玫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订阅你好 听众朋友好 首先我先给听众朋友 简单介绍一下玫玫 因为玫玫呢 她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一位歌手 她九岁的时候 就接受专业的音乐训练了 然后18岁她就成为了职业歌手 出版过三张的个人专辑 那现在玫玫呢 是担任Joyluck Music Club的艺术总监 她专门致力于研究和推广 老上海的这个音乐文化 那目前玫玫玫在美国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场个人演唱会 那接下来呢 在10月12号的时候 玫玫会在南湾的迪安在艺术中心举办她的又一场啊 主题是凤凰鱼飞经典上海老歌音乐会 那相信呢 这是我们湾区很多歌迷朋友非常期待的啊 所以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预告一下 那我知道这一次已经是玫玫第八次 做这个老上海经典怀旧的音乐会了啊 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做上海老歌这个领域呢 其实做这个领域呢 是一个偶然也是必然 那偶然呢 是来自于就是说 从我录制芒果青青的专辑开始 那个时候录完之后呢 唱片发行量不错 整个东南亚呀 大陆的这个唱片市场 都已经铺到了这个西藏那边去 是销量非常好 那唱片公司呢 决定帮我再录制第二章 可是那时候呢 我个人可能在之前觉得 做歌手是有相当大的压力 和那种生活的紧张的状态 所以本来唱歌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 但是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负担 甚至是一种就是 可能也唱过太多太多那些纠结的一些情歌吧 所以人整个变得也非常非常的忧郁 所以那个时候 在医学上面来说 严格的来说 是已经有了忧郁症的一个 一个先兆了 那就变得不能唱歌 然后甚至讨厌有歌词的歌 你说是多么可怕 对一个歌手来说 无疑等于是判了死刑 你知道吗 就那种感觉 那后来呢 到了马来西亚以后呢 我就开始去教唱歌 就是从歌手的身份调到 去做老师 那那个时候呢 因为主要是我就是 没办法真心的去唱歌 不想看到那些歌词 但是学生他要学习的话 一定要带歌词来嘛 那你就要听听有什么歌 那我觉得好在那些学生呢 给我的歌就是这些上海老歌 然后起初呢 我就觉得没有办法要备课嘛 所以要研究一下 要看一看 那后来就发现 我怎么开始慢慢的 还能又开始可以唱歌了 然后就发现这些歌 对我来说 有一种治愈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了说 那个咱们中国的古人 经常讲说 乐和药的之分 好的音乐是一个有疗效 治疗的效果 那个字的写法也是一样 对对对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仅仅限于就是 对上海老哥觉得 对身体的健康 确实很有好处 他让你抒发你淡淡的 一种情绪 优而不伤 乐 但是不是说 要是很夸张的那种 可是作为现代的歌手来说 我们还是想歇斯底里的 去表现一下那种情感 发泄情绪 没错 那真正的做研究呢 是来到美国以后 我来到美国之后呢 我就碰到好久不见了 一个朋友 他说美美你最近 都在做什么音乐风格呀 那我就说 好像很迷茫 因为现在时代发展太快 你看隔一段时间 就出来一个风格 你要追风的话 你永远都追不上这种 潮流的这种脚步 我说我也很迷茫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 你知不知道 中国老上海的这种流行音乐 是咱们就是整个华人 这个流行乐团 历史上的龙头老大 也是最经典的 一些音乐作品 当时我就 我说会吗 我说我只是知道 他对健康确实是有好处 因为我亲自体会过 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还得真的 好好认真的研究 那所以呢 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个领域 那不研究呢 不知道 只是说以前 清清淡淡偶尔唱些那些歌 学生拿来的歌也不完整 而且对歌曲的背景 写歌的人历史完全不了解 那当我进入这个状态 去了解的时候 我发现哇 整个打开了一片我对音乐的重新的理解 就这么多年 八年 七年多下来吧 我觉得原来以前我对音乐歌唱 无论是从技术 对音乐的配器的理解 实际上都是很肤浅的 比如说现在人们经常说 很流行的一句话说 哇 我们现在做的音乐是中西合璧 什么什么的 实际上这些音乐 当年在老上海的配器里面 早就已经有了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现代的音乐反倒有点不如当年 倒也不是说不如 实际上因为这段历史 在中国大陆是断层的 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不了解 他就以为 现在的人掌握了一个最新的技术 或者是最新的一个想法 实际上这种艾地 在老上海时代就有了 而且当年的这个玫瑰 玫瑰我爱你那首歌 就已经进入了美国的 Billboard排行榜是第三名 你说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的华语乐团也是发展很快 但是还目前没有一首流行歌曲 能够在欧美打开一个局面 但是在三十年代 那个时候四十年代的时候 老上海的音乐就已经进到国际了 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 可以这么说 对 然后他的音乐形式唱法上面很古典 和流行结合在一起 因为怎么说呢 作为一个歌手来说 你一定希望不断地提高 自己的歌唱的一种技法 或者是各方面 我知道古典音乐呢 是一个非常广阔的 一个很严肃的音乐 而且是有无限的空间去学习的 但是呢 我本人来说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 有一点点流行的感觉的东西 可是在这个老上海的音乐里面 我就找到了古典音乐 和流行音乐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感觉 就像老外的音乐剧一样 它是有很大的难度 如果你不具备唱美声的这种实力 你不懂怎么唱这种声音的技术 你不懂民歌的一些东西 你不懂戏曲京剧的一些东西 你无法驾驭上海老歌 所以是不能小看了那个时候的 很多人 主要我知道很多人不太理解 就是说在网上听的那些歌 听起来声音都不是很好听 音质不是很好听 音质不好听 因为实际上我们听到的东西 是不公平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黑胶唱片嘛 那后来转转转 你知道那个调都不对了 乱七八糟声音怪怪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真正的听一下黑胶唱片的话 哇 你会觉得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是听过一个老唱片的收藏人 他 我去到他家里 真正的听到那个音色 真是歌声太棒了 太美了 那个音质 对 所以深深的吸引了我 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没机会啊 像梅梅一样能听到原版的那个黑胶唱片 但是我们很幸运 可以听到梅梅的演唱啊 也能带我们还原那个老上海经典的那些歌曲和时代 那刚才听了梅梅介绍 我们知道说你为什么来做这一个领域的初衷 但是我个人很好奇啊 因为现在梅梅坐在我对面 是一个非常年轻漂亮时尚的现代的女孩子啊 你怎么可以把就是你知道经典的那个老上海 因为这个年代离我们很远了 你怎么会把它演绎的那么传神的呢 怎么做到的 其实也是在这几年当中的一个摸索吧 其实起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包括挑选服装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做衣服的时候 人家那个服装设计师说 你那个样子太老气了啊 要给你弄点蕾丝花边 然后这露一点 那露一点 当时那种感觉 因为他们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可是我又不懂啊 那从服装上来说 包括那个旁边的侧开叉 他说你不要那么保守 开太低 你要开高一点 这样才会显得有女人味 比较风情万种等等啊 实际上我刚开始接触这个 我也不明白 包括在音乐形式方面 但是几年下来我觉得不对 因为我看了很多很多的那些 过去的一些画册 不光是广告拍 还有一些机会 有些人专门收藏这些民国时期的 包括报纸啊 以前人们做的那些广告那些东西 我发现就比如说这个 从开叉这个旗袍的开叉来说 就像我们好多年前 流行的女孩子穿的那种衣布裙 是开叉到小腿这个部分的 实际上不是在大腿上面那么高 你那么高的话 你坐在那生活当中是不方便的呀 分分钟是走光的呀 对吧 所以实际上是 就是不太适合在生活当中的 那我觉得 可能现在看的这些电影啊 对我们受的影响 也会想到那个时候是 有打仗战争年代嘛 它的特殊的历史时期 所以人们总是会想象到 就是今朝有九今朝醉啊 是最精迷的 对对 所以他们每次 我看的那个 包括演民国时期的电影 都演的哇 很夸张你知道吗 就是要么就黑社会打架 要么就是这种 实际上完全可以说是扭曲了 实际上那个时候的 民国时候的 那么多的才子家人的 这种美丽的这种故事 还有那些歌曲背后 那些写歌的人 那些人 他们的那种思想形态 他们又有接受西方的这种教育 但是又有中国的那种传统 其实是非常高贵 非常美丽的 但是都被我们后来的人 曲解了 那段历史 所以呢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 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啊 都都都不是那样子的 那在我演绎的时候呢 我不想follow他们的路 或者是为了符合 现代人的观念 我是想找回 以前的那种 最原汁原味的感觉 所以早期前几年 我也是想着说 我要把编曲改一改呀 让现代的人更能接受 那我发现改来改去 根本就不能成功 做不到那种感觉 那我从2017年开始呢 就干脆就扒谱 就把百代唱片公司的 就原来 比如说周璇唱歌 什么版本的伴奏 我就是什么版本扒下来 然后又聘请了 这个外国的这个交响乐团 用洋人来伴奏 这样子来整个 丰富我的这个编制 就实际上是完全follow 当年老上海的这个 所有的感觉 呈现给大家 但是可惜呢 因为毕竟我是现代的歌手 就是在往回走的时候 我要去体会 他的历史文化 那些女子走路的 一评一笑 一种感觉 可能生活当中 我还是比较像一个 小男生一样这种感觉 但是在我唱歌的时候 我尽量要求 让自己进入那种 温婉的那种状态 那种状态 不是去装出来的 就是体会 中国女子的那种 高贵美丽 同时和善良 并存的那种品质 非常高贵的品质 所以我就是在不断地学习吧 所到今天 是 听刚才美美讲 就是我现在脑海中 就是还回放 就是你在舞台上的那个画面 身着旗袍 然后动作非常的优雅 声音也很柔美 听你刚才讲述 就解释了说 为什么你能做到这一点 不光是说在唱上面 而是你深刻地理解 那个年代 那个历史和文化 去深刻地体会它 才能带给我们一样 这么传神的感受 那你刚才提到一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说雇用了洋人的乐团 可能看过你的演唱会的朋友 也会注意到 真的身后给你伴奏的 清一色的洋人 那他们怎么能 就是你们怎么配合 能把这种就是非常 我们说很有中国特色 这种老上海歌曲演绎出来的呢 因为他们说那个 经常有听说说什么音乐无国界 那我觉得从我的这个乐队编制 和我做的这件事情上 体现的是淋漓精致 因为呢 你看这个乐谱吧 五线谱世界通用语言 对吧 当我们扒下这个乐谱之后呢 我即使不说话 就不讲英文 它也是在那个状态当中 可以大家会看谱 然后请了这个乐团的 就指挥来大家一起 可是呢 因为在这个老上海的音乐 它是这样子的 写歌的人是中国人 但是编曲的人呢 我查过历史 我看过经常他说 好多当时EMI的 这个唱片公司的 配器的人员是俄罗斯人 就是那些老外的人在做 那么很多不是专业的人 不明白说写melody之间 和配器之间有什么不同 那就melody就是 只是写这个主旋律 那么就是中国人写的 配器的话就是 我这里面要什么小提琴啊 进鼓啊 进大提琴啊 这些编配的这种配置 这种感觉 那是有一个专门配器的人在做 那实际上当时配器的人是老外 那写melody的人是老中 所以呢 这个在这写着形式上 就已经是中西合并了 所以再加上两个不同国家的人 文化不同嘛 那你写出来的这种中国的旋律呢 是五音 以五音为基础比较多 但是呢 五音多 五音的这种感觉呢 是简单 容易记住 好听 能够 就人家说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我们能够touch得到 可是问题是 它比较简单的时候 有时候多了就会闷啊 然后呢 西方人的文化 它一下open 我给你来一个编曲 我把你简单的东西 编得更有层次 更丰富 就非常美 那么很多人就问我说 你怎么想到的 我说no no no 这不是我想到的 我只是在重现一下 昨日重现 把他们的编制再拉过来 只是当时的 很多人是俄罗斯人 白俄的人很多 当然也有那个 美国的一些乐手 过去在老上海那个年代 所以那个爵士 就是那个时候传过去的 爵士乐 对 所以它是很丰富的 所以很多人一提到老上海音乐 他们总是在那里面 想到就是很老 实际上我说 他不是老 他真的是太经典 太宝贵了 他里面的风格很多 有爵士 有传统的艺术歌曲 有民歌小调 有京剧的歌 我今年还要选了一首 就是你听起来伴奏 有点爵士 可是里面唱的是京戏 京戏加那个 那种感觉的 就完全很早就已经融入了 不是现在的人才创新 对 很早就有了 集各种经典与大成 对 所以那个时候 他才那么辉煌 因为老上海 他当时的整个的一个 他的城市 整个就是非常的摩托 他既保留了以前的传统 但他又很接受 新的思想文化 各种氛围 他非常时尚 所以说他的音乐 也受到了他的整个的 一个影响吧 所以我只是实际上把前辈走过的路 我只是copy了一些 只是现在研究的时间还短 才是七年吗 为什么说七年第八场 因为我第一年做了两场 所以说今年 实际上是七年 可是是第八场音乐会 那我觉得我需要 我现在感觉慢慢已经 越来越找到这种感觉了 就是因为研究的越久 你越知道一些东西 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 开始慢慢的 才入门那种感觉 梅梅太谦虚了 因为我知道 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海外 专注在这块领域的 就像你这么专精的人 真的不多 而且能把他做到这么好 这么传神 其实我们很感谢 你能通过你的努力和研究 然后带给我们 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我知道梅梅的演唱会 除了能够经典的 特别精准传神的 还原那个老上海的 经典歌曲之外呢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每年都会带来 你的原创歌曲 今年会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对 因为我每年都会有一些原创 那主要是 因为在写文字方面呢 我自己还不够那个能力 我主要选一些古诗词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 李白的诗词 我今年也是 有一个原创里面 是长相思二 选了他的那个诗词 来写曲 为什么选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他 比较 对女性的那种情感 描写的比较 比较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细腻 因为李白给人感觉是九仙嘛 每天非常的大气 他写的诗词 但在这个里面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 他可以写的比较小女人的一点 那个诗词 所以我非常珍惜 我说不行 我赶紧要把这个歌写出来 所以今年写了这个 当然今年还有另外一首原创 今年有四个原创 还有另外一首原创是 展示要保密 卖个关子 因为这个原创是 超越了我以往的 无论是唱功啊 还是编曲啊 配器啊 所有的都不一样 那还有另外两首 也是一个古诗词 还有一个是 我的一个好朋友 写的一首《梅》 我为什么会写《梅》这首歌呢 就是我就想到了 我们很多华人来到了美国 就是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 有的人说美国梦也好 什么梦也好 实际上我觉得作为老百姓 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 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制度 来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 那大家不远这么万里的 来到了这个国家 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从 故乡变成了他乡 那这个地方又要变成 以后自己的故乡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们华人的精神 就像梅一样 梅花一样 就非常的就是在严寒当中 无论经历什么挫折 失败 你看我们这边的华人 都非常的怎么说呢 很难吃苦 非常能吃苦 然后就扎下来 非常的努力 然后就不断地打下了这个天下吧 给自己的自己也好 给自己的后人也好 所以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我当时就写了这个梅 相信听了梅梅的讲述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 都非常有感触 你的这一点 真的讲到了华人的心声 那很多听众朋友 可能已经迫不及待了 到底怎么样能够去参加 你的这个演唱会 我们怎么来订票呢 我今年呢 是在点子开了 只是10月12号 对 然后呢 我们有电话 也有那个网络的这个平台 订票方式 对我们现在开车的朋友来说 打电话可能更方便寄 那订票电话是多少 408-337-2208 408-337-2208 408-337-2208 那摄影机前的听众朋友 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啊 非常喜欢这个老上海的经典音乐 那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个歌手梅梅 她就即将在10月12号的时候 在南湾的迪安佐艺术中心 带给我们一场非常经典的这个 老上海音乐演唱会 大家就可以拨打这个订票电话 然后赶快订票 去到现场参加 好 再说一次电话 电话是408-337-2208 好 408-337-2208 那更多的这个关于梅梅的音乐啊 还有她演唱会的一些信息呢 也会放在她的网站上 梅梅的网站是 梅梅concert.com 梅梅concert.com 好 今天非常谢谢梅梅 谢谢订阅 梅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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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